你 为什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啊 每一个人都是有心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 你这么说就过分啊 你要是对我有什么的不满 就可以直接告诉我呀 这和我喜不喜欢看到你无关 而是你自己没有工作能力 我的团队 需要的是能工作不制造麻烦的人 不是你这种只会拖别人后腿的人 你 你说这么重的话 你都不顾及一下我们 那你不也没顾及我吗 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我 你觉得公司为什么要浪费钱 聘行像你这样的人 还有很多比你优越的 我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卡文 卡文 小时候你都不喜欢被欺负 为什么长大之后那么毒蛇 以为自己地位高 对谁做什么都可以是吗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都可以是吗 可惜 我曾经爱的卡文 我的初恋不存在了 他消失了他没了 战斗 战斗才能取得胜利 战斗才能取得胜利 没错 你自己没有工作能力 如果你觉得你把你的工作做好了 你只能做了这样你只有这个能力 我应该要顾及你的心理才满意 这是不对的 用脑子工作 必须战斗才能获胜 卡文 我永远都不会认输 我绝对不会让你有机会开除我的 这是什么信件呀 派罗先生他去哪儿了 出去和供应商谈事情了 估计下午两点就回来了 不 等等等等 你做什么 生日快乐 不是我的生日啊 噢 糟糕 可惜是我知错啦 呵呵呵呵 搞死啦 看来是压力太大了 诶 那谁来扫地啊 安 唉 要我自己来扫啊 你也呆愣着 唉 都不来帮我 唉 好心情没了 一看到老板 心里还挺高兴的 因为可以养眼啊 但好好的一个人 为什么长了张嘴啊 我啊 一开始觉得他不说话的时候 哎呀真的太帅了 但他一开口 马上就不怕你 一开始想当他粉丝团的 都准备去送艺人登牌了 但是现在 他三米之内都不想靠近 没错 我也是不能靠近他 我一靠近他 我就心跳扑通扑通 嗯 那你还好嘛 但我还是挺可惜 老板的长相的 虽然不知道他多大 但他的脸光滑得 像小孩子一样 没错 我看是不知道 长大的孩子了 无论谁提出建议 都说这不好 那不好 最基础的 怎么都不知道 哎呦 一副他什么都很厉害的样子 对啊 还有计时 我给你三分钟的时间 哦吼 他骂人的时间 就超过三分钟了 骂人谁不会骂 就算是母鸡也会骂人啊 但如果要成为一个好的上司 就需要表现出 让别人都幸福的能力 才可以 每天只会指手画脚的 我呸 那么夸张吗 没有吧 活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 同事男人 就不要替他辩解了 希望别人表达建议是吗 希望别人说是吗 但无论是谁说了什么 都只会说不通过 不通过 不通过 够了吧 时好时坏 像被鬼附生了一样 嘴贱又爱装酷 喜欢瞧不起别人 我还没说完 你们是不知道 今天我可是亲身经历的 这边是出口 那边是进口 出去 请 是 没夸张 采购 等一下 采购 等一下 为什么开会的时候没这么多话 留点力气和脑子到开会的时候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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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事要出去一趟 之后不回公司了 替我转告周边 好的 我先走了 是 那我就先走了 啊 怎么样都说了 差不多吧 就这些 明白吗 采购 等一下 等一下 都不提醒我一下 我没看到 采购 采购会不会被开除啊 采购 等一下 马上回到宫位上 不要 要不然揍人了 非常感谢 欢迎下次再来 使用我们的服务 好的 有机会我会再来的 好的 一路平安啊 帕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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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文 真的是帕洛派领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才是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来送一下客户 真的很高兴见到你啊 但是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 你说你要去英国的不是吗 事情说来话上 有多长我都可以替你倾诉 你的事我都想听 我们进去聊吧 里面有咖啡厅 好啊 那你先过去 我待会儿就过去 这样不行 我们要一起进去 免得你又消失了 走吧 啊 帕洛 哎 帕洛 嗯 你怎么了 党得像抽搐一样 没有 没什么 你不是说要去英国留学吗 那为什么会在这里 事情发生的真的太突然了 呼呼 一切都太快了 什么事很突然啊 说给我听听吧 就是一开始对吧 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去留学呢 还是工作比较好 我去了很多的地方面试 都没有人要我 所以我就决定去英国去留学 然后我刚飞到英国 我就被偷了包包 所以我的符罩丢了 我就要去大使馆 我去了大使馆 大使又不在 所以我就去找大使的儿子 听梦了吗 在那之后 我才知道大使的儿子 是算命师 然后他告诉我 我要在酒店工作 我才能够出人头地 所以我就决定回到泰国 然后我就去买了机票 但是就回不来 因为有疫情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 回到泰国 只好去买火车票 我买了去 埃塞俄比亚的火车票 埃塞俄比亚 然后包了一架 波音自己回来 回到泰国之后 我又被偷了包 真的太曲折了 这是真事吗 真的 真的真的 只是想想都觉得后怕 他是怎么知道我啊 对酒店工作感兴趣对吧 然后又怎么知道我 面试过酒店工作 当我来这个酒店面试之后 他就马上立刻紧急地招聘了我 所以我就留在了这里 从那时候开始 你不相信对吗 当然相信 简单点说就是 你不确定自己是要工作 还是去留学 所以你就到处发了简历 但没有人招聘你去工作 所以你就到英国去留学去了 到了英国你被偷了包包 护照在包里面 所以护照丢了 护照丢了所以你就要去大使馆 但没有见了大使 见了当算命师的大使的儿子 他告诉你 如果你去酒店工作 就可以出人头地 所以你就打算买机票 回到泰国 但却发现无法回来 因为有疫情 所以你就坐火车 去爱塞俄比亚的火车 你包了一架波音 刚回到泰国 包包就又被偷了 但是有一点 不太可信的就是 你是那么聪慧的女生 应该有很多人想和你共事啊 那为什么你回来了却没有打电话给我 对对对 你的包包被偷了 手机也丢了 对对对 气力不错啊 但我们也终于见到了呀 也对 你在这里的时候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 不用好客气 不过真的难以相信 你会当上这么高档的卷天经理 很厉害 我也是 不敢相信啊 你居然当上了 时尚线上杂志的副主编 你怎么知道我做欣赏杂志 我没告诉过你不是吗 说了 你肯定说过了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你告诉我的呢 记得吗 对对对对 记得ignon 记得吗 对对对 记得吗 不管怎么样 不要再消失了 我会有电话去联系的 想接东西拍摄菲尼斯达杂志 是的 是的 可以的 你把那个人间帮我拿过来 好的 谢谢 我知道了 是 帮忙接一下 是 是的 是 是的 是的 这样说好的 太谢谢了 这样应该很合适 很合适我们拍摄的主题 当然 保证出来的效果一定很好 是的 当然 没问题 喂喂喂喂 你听我说 你肯定不会相信刚刚我见到了谁 喂 如果知道当你的朋友 我要经历这么一场大战 我早就跟你决裂了 我觉得我都可以拿奥斯卡引后了 如果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的话 你一定会震惊的 不会震惊吧 还是说你要记录在宁渡记事里 那里是哪里 这里是大事件警察局 那你是谁 帕洛在哪儿 不告诉你 那你是谁 你是谁 不告诉你 那你又是谁 你才是到底是谁 那你是谁啊 你是帕洛公司的人对吗 也就是说你听到了 我刚刚说的话了对吗 没有 你说得那么快 而且是在电话里说的 应该谁也没有听到 去叫帕洛来接电话 好吧 帕洛 他正走过来了 过来了 你好 我是帕洛 帕洛 你必须要先听我说 我 等一下 马上叫帕洛来接电话 怎么知道的 好吧好吧 帕洛 我是帕洛 够了 马上去叫帕洛来接电话 这样 有什么话 我可以帮忙转告 认真的 但是要转告的话 这里费用有点高 因为 我的薪水有点低 一句话一百株 可以付现金 信用卡也行 备薄也没问题 应用程序我也有在用 好吗 你这是段子还是在开我玩笑 算了我不跟你说了 我再打给帕洛 挂了 他怎么知道我开他玩笑啊 他有什么八卦要说呀 走散了吧 去工作 走吧 好吧 那么小瞧我 他也不了解我帕洛佩玲了 帕洛 最近没有心的人 什么人啊 时好时坏 长得那么帅 心却凶残 真应该让他被欺负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才对 嗯哼 骂人的话一连串不停啊 你到底是在骂谁啊 骂我吗 不是 我是在骂凯文 什么 如果知道他长大后性格那么差 我就不会浪费小时候有时间跟他玩了 哎呀 你怎么可以这样骂你的初恋啊 你可以闭嘴吗 不准再说这句话 全部忘记 是我的失误 以为卡文是我的初恋 你知道吗 这两三天我去上班 把我当猪狗一样熟骂 什么人啊 被鬼附生了一样 被鬼附生了到底是卡文还是你啊 前几天你还说 那是一段非常美好 值得回忆的爱言 你是不知道他骂了我什么 他骂我没脑子 拖后腿 留下来也是浪费公司的钱 我出生以来都没有人这么骂过我 不过卡文妈会骂人 听起来不太相信啊 这还算轻的 你想想看 他甚至还是要开除我呢 什么 卡文妈说要开除你 当然是啊 但是我绝对不会顺着他的意的 无论如何都不辞职 就算死也不辞职 我要留下来成天在他面前晃荡 让他一遇身亡才行 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再想念那个叫卡文的人 我要认真工作 我要变得优秀 要胜利 要让他刮目相看 等着瞧吧 好吧 什么人啊 长大之后变得那么毒舌 一直念叨念叨念叨 不敢相信我以前为什么喜欢他 气死人不偿命的卡文 喂 嗯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嗯 听听 你在听我什么一句话都不说 你在回谁的消息啊 哎呀没有 没什么 在回谁的消息 真的没什么 嗯 继续说吧 不说了 累了 你要去 您的美食咖啡好了客人 谢谢 咖啡味道够浓吗 客人 味道够浓了 但是我觉得不够烫 不过还行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不客气 钱是工作 工作是钱 我需要钱 我要认证 我要努力 我要更优秀 把工作给我 来吧 什么东西 等等等等等等 哼 太棒了 反面肯定一整天都倒霉 搞定 你抛什么硬币啊 我自己来抛 很明显 反面 去做功德吧 哎呀 我再来一次 反面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拿这个干嘛 再试一次 明显 明显 非常明显 很明显 两面都是反面 抛什么硬币啊 在玩什么 趁机讨钱什么 你抛什么 也没有 我的 放电话 你还是有几个 肯定是小时候没人跟它玩儿 可诺 喝咖啡 美式咖啡 为什么喜欢喝美式咖啡啊 我不想去南美喝咖啡 笑话 好可爱啊 有我的吗 笑话在你这里哦 杜拉哥 杜拉哥 早上的冰咖啡 什么 咖啡啊 知道我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请你喝咖啡 知道但你要卖什么 推销卖保险还是要卖什么 说段子好好笑啊 那你等一下 就当做是交换 这里我们坐那么靠近 我就当是做功德了 如果是总裁一千太珠 如果是董事只需要五百 这个寺庙啊是府内的寺庙 杜拉哥 怎么了 早上好呀 早上好 早上的咖啡 卡布 卡布 卡布什么 卡布卸价 不是 卡布草药 不是 卡布 斑娃 那是贝尔 本哈罗 那是培尔 培尔阿盘 那是培尔亚瑞克 十分钟后开会各位 哦 好的老板 是 今天 老板肯定准备了很多骂人的话 肯定会反驳得毫无回忌之力 等着瞧吧 但是 我准备好被宰割了 但 今天会怎么样 不用害怕 帕罗派里你够优秀了 你能够做到 你能够做到的 你能够做到的 你能够做到 加油 走走走 这次会议我想延续上一次的会议 希望大家不会让我失望 开始吧 是 下一本杂志呢 重点放在皮肤保养方向 并且以全世界知名品牌化妆品作为主打 至于彩妆方向大概以大地色系为主 不过为了看起来不会过于单调 会加入现在的流行色 太不通了 重新制定主题 下次展示吧 是 内容组 我请求提议 草药对营养产生什么作用 嘿嘿 太酷了 是吧 很有深度的话题 太棒了 这飞丝到哪里相关吗 接下来时尚总 展座下 快点 我们想好了 大概是以多元素多色彩组合 男模特女模特在绣台上展示 妆容会展现出整体残缺和中和之美 时尚不仅包括国际的融合型的 本土流行全部都有 一定会非常精彩的 而且可以触摸得到 挺有吸引力的 但如果那么多的元素 我想得到的回报 会更加糟糕 你有多大的信心承担这样的风险 不用担心 我已经查过了一些资料了 和帕洛派林一起 帕洛 把准备好的投影到大屏幕上 帕洛 快点把大屏幕打开 是 可以了吗 那个 那个 是那个 快 老板 对不起对不起 老闆去哪儿了 老闆呢 你搞什么呀 老闆 过来 真是浪费时间 今天的会议纪要做成报告 然后进一步地更新 谁记录会议纪要 那边 那边 总结好后拿来给我 散会 好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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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 残 残 自己都看不懂 一看就知道死定了 该怎么办呀 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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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想问你一下 刚刚在会议上 潘拉姐提到的什么 炸猪肉 炸猪肉的是什么样的呀 啊 我太忙了 帕落 你去问别人吧 好吗 好吗 忙 我太忙了 什么炸猪肉 梅姐 刚刚啊 帕拉姐提到的什么炸猪肉 炸猪肉是 什么样的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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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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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卜 专卜 我问你们啊 炸猪肉式的妆容 它是什么样的呀 对不起啊 怎么样 都湿了 对不起 哥 好 姑父小妹去哪儿了 是 是 是 你能进来这里上班 后台肯定很赢 不是的 我是自己通过面试 一切都是按照程序 凭借能力进来的 凭借能力进来的 你这样对时尚完全不了解的人 能凭借能力进来 怎么会招聘你进来 你 你要给我时间 我突然被带到这个部门 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 关于时尚 我真的在努力了 但是 有些词汇真的很难 就算百度也找不到 太难了 这是我的措施吗 给你的任务太难了 我 那我该怎么做 我要看这种词不达意的搞笑会议记要吗 这什么米奇杂柱这是什么呀 有在会议上提到吗 有谁在会议上提到过吗 我真的努力过了 但是你着急要马上要立刻要 我去问谁谁都没空 这是他们的工作吗 注意 我要走 你去送你 坐下 坐下来 财公 如果你清楚你自己不适合时尚界 你就应该增加自己的见识 做功课 努力跟上别人 因为如果你不做 你就不足以胜任 我团队的职位 如果你继续这样 你可能无法在这里 待到三个月 你可以出去了 拿走干什么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现在可以学习一下 现在可以学习一下 不难 很简单的 把这些彩妆化妆品装好 然后拿去还给赞助商 彩妆 什么呀 我的天哪 你不认识彩妆吗 不认识 这样子 CC霜 BB霜 爽肤水 底妆 乳液 化妆刷子 所有这些 认识吗 都听不懂啊 这是手机 认识吗 且我没那么夸张吧 手机当然认识啊 好 喂 喂 这个 底妆粉 底妆粉 这个是眉笔 对 眉笔 这个乳液 乳液 乳液 这里老板这系列的衣服 打算用于拍摄下一本杂志主题 色调和样式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想要让老板先看一下 色彩艳单单色为一种是吗 是的 这不够轻了 收起来吧 那先放那边吧 不过如果搭配这件外套 单色的那搭也不错 听起来确实还不错 有这样的衣服可以让我先看看吧 呃 是 帕洛 是 你能帮我拿下裤子旁边的 大地色单色内搭吗 知道是哪件吧 知道 帮我拿下 哪件 到底是哪件 好吧 不是这件 好好好 这件 不是这件 是这一件 没错没错 我刚想拿这件的 哎 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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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洛 你现在工作是不是太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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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是辛苦 但真的太难了 但真的太难了 啊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居然还有大地色系这种东西 嗯 知道啊 嗯 知道啊 这里啊 我正在穿 哎 哎 你啊 这东西必须要有 你知道吗 很多名人为了这个色系甚至愿意去死 你区分不出来吗 就为了一个棕色不要活了 不 此棕非彼棕 你区分不出来吗 这就是棕色 还有呢 这个你肯定不知道 炸猪肉式的化妆风格 哦 炸猪肉 炸猪肉 是自然系风格吧 化妆又很自然的色彩 你能想象吗 想象不出来 下辈子吧 哎 你 今天我在公司频频抽搓 卡文还说要开除我 如果我不像团队其他人一样了解时尚的话 啊 要怎样才能知道这些东西 你不用担心 让我来教你吧 你必须要清楚所有的时尚 因为在这个时代只需要一个视频 然后整个世界都在你的股掌之中 你不能只了解这个时代的时尚 你必须从三零年代 四零 五零 六零 七零 八零 九零年代的时尚开始了解 你必须要深入了解 但是你不用担心 如果有疑问呢 随时都可以来问我 哦 懵了 这就懵了 你要跟我说的还有很多呢 我 我幕 distancing 为我 你要不如 日本日常基础妆 开始 日常基础妆呢 就是每天最简单的化妆 我们从擦水乳 妆前乳开始 比如 爽浮水 乳液 然后灭霜 明白吗 哦 睫毛夹 这样子 然后加加加加 腮红刷 刷在脸颊就够了 睫毛膏 从下面往上刷 哦 从下往上 你不要刷太多知道吗 哦 眼影 你选择一个颜色 然后用手指 在眼皮上涂涂涂 轻点 你眼睛都绿完了 口红 这个画成韩式风 嘴巴显得丰满点 能想象吗 涂得上扬一点 好看吗 最好看了 真的吗 真的 那 准备好了吗 第一张 这位女双穿着为时尚休闲风 非常的飘逸清爽 外带一件简约的风衣外套 没有搭配丝袜 鞋子呢 是限量款 包包是今年某品牌最新款 玩了吧 十分十分 我给你满分 下一张 至于这位 身穿牛仔裤 搭配皮夹克 非常的不简单 小双式宝丽娜 最新款的鞋子 包包是专门定制款 这位模特的气质和这身搭配非常的融洽 时尚词汇用得很流利嘛 我给你通过了 那是必须的 但平时我可不会这么说话 听着多累呀 嗯 明白 继续 这张照片太简单了 这就是所谓的舒适日常风 也就是模特在没有走秀时 舒适的穿着打扮 草木色和香槟色的融合 慵懒随意的夹克 搭配小众品牌的裤子 搅上一双帆布鞋 和一款简单的帆布包 怎么样 我真的对你太骄傲了 那个 你的内衣 是华格尔今年最新主打的限量款内衣 全球限量两千件 一天就卖完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是帕洛派林啊 天哪 哎呦 我真的太烦恼了 要晕了 这个活动简直就是 菲尼斯达的形象代表 但是我还不知道 要搭配哪双鞋子 这可怎么办呢 先不要着急 鞋子还有很多呢 可诺 哦 是 这双要试试看吗 不不不不不不不 哎呀 我好想哭啊 我不想活了 啊 我的人生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啊 啊 卡文先生 你自己去吧 不用等我了 就当作我没有缘分了 天哪 brittle 你宗要游的 没什么 我aje过 我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坐这里 你坐这里 哦 可以吗 谢谢 好了 谢谢 你怀孕几个月了 我没有怀孕 太胖 这个项目可以称得上是很奇妙 因为是日本艺术家和资深护肤医学专家合作而成 专家都是亚洲知名的 而且他非常注重配方的保密性 如果我们能采访到肯定很不错 运动原型的模特波尼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 难的是他没有接过时尚方面的工作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至于视效和彩妆方面 我们会强调突出人物特性 以打光和阴影呈现 就这样 太热了 下一位 我想提议上流社会人士对草药的使用 在众多的研究中发现 草药的成分包含甲多巴井 而这种成分包含甲基多巴井和吸纳梅脱 对人体身心和情绪有很好的调节 并且有效地缓解身体疲劳 而这直接影响上流社会人士的生活方式 为了保持心情愉悦和身体健康 听主题就不行了吧 很好 可以继续发展 今天大家表现都很好 就先到这里吧 采购 是 都记下了吧 记下了 项目拿给我 马上就可以发到情理 打印出来拿给我吧 今天散会 马上打印 今天散会 会计记药没问题 容易理解 是 但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吧 我应该不用夸你吧 当然了 既然这样我就先出去了 你进这个办公室多少次了 大夫 冒冒失事的 不应该道歉吗 旧姐 后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